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 一分钟命理床头挂画 很多在风水学里面 很喜欢说 你在床头上挂什么夫妻的照片 什么的 挂一个什么山水画这样子 你们会让风水更好 但实际上他是这个样子的挂法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 因为你把床头上面你去挂一个画 这个画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是处于一个很紧张的状态 因为你头顶上有东西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所以你的身体会很紧绷 这种睡觉的话 睡久了 反而越睡会越累 所以说其实真正要挂画 是挂在你脚底那一边 脚底的方向 你这样眼睛一睁开 还可以看得到 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挂画的方式 更何况倒下来 打不到你 你睡觉也ok 对不对 好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又再见 拜拜